这两个星期在我们华人区 Saint Gabriel Valley那边 都没有出来什么好房子 今天出来了一套 在这边你看1200尺的里面的面积 然后地是8000多尺 两房一律 但是我们的整个前面的宽度 只是50次 就跟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看 今天礼拜三 也很多的朋友 都过来看 也是这个经纪人赶快放出来 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offer 对 他说好几个在中国的客人 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他们都跟他联系 他说哎呀你都没有看呢 你怎么办呢 你又没aging呢 对不对 所以他刚跟我说 他也是表示很理解 我们 你看 Driver还是很惨的 8000多尺里是可以建高房子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建议院都要修了 窗户都是圆末的 坐背操栏哦 你看 我们从这边直接可以把车停到外面 拿完信 然后就可以进来 好 我们请听你看一下 首先进来是个客厅 这种圆形屋顶 蛮喜欢的 你看 这是一个火楼 冬天也可以把它点缀起来 有窗机 还有一个冷水机 还有一个冷水机 挺不错 这个台面还有一个老公公的雕塑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很喜欢的了 因为比较近我们华人的城市 Sengapore 这附近三个学校都很近 Rosney高中也很近 这边有几个华人的超市 靠近Valley很方便很方便 所以这是一个小的房间 屋顶已经油气垫开了 当然这都是小问题 最主要就是它的价钱 对 现在它报的价钱也不高 就是65万 但是这会让我们华人抢风 刚刚听几个客人在里面聊天 他们前面在这边看房子的 哇 这都要现金offer了 这个厨房全部都要整理了 重新做 因为爸爸很多老年人 后面退休以后没有去老人公寓 那么住在这个房子里有可能他的房地产税啊 保险啊 家里的文修啊都跟不上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卖掉 也没有办法重新买东西 所以老人家好大 所以老人家好大 卖掉然后再搬去 老人公寓也不错 好 你看 这应该是有污水 这地板也应该有污水 白笛 这都有小问题 这还有一种 一处 好 这可以像格楼啊 这屋底也要换一下 房子的层 还是层高 蛮好的 有时候夏天都可以太热 就是一个房间 来看一下这个 西四街 两个 蛮静的 你看 很多带入一起 这边 这边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 我们再看一看 这边 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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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视频很多 马上弄完哈 跟你 对 这边还有一个住客 对 对 对 我看你的视频很多 这边 这边 你看这边 衣服 装了个冷水的 小空调 房间蛮小 我说没有办法 这些人洗了 才能干 不错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这个要整理了 这个要整理了 我们除了1200钱 好 我们里面看完了 我们看外面 外面 你看这也是一个 好脆库 两个车位的 但是是比较旧了 但是 如果作为买家来说 也是 不用大动 要省一部分钱 你看 那从家的厨房 出来 就是后院 所以小朋友很多 玩的地方 你可以跟家庭的太太呀 做一些 种菜 哇 这里有颗 橘子水 这应该是橙子 因为很久没有浇水了 所以如果 买下来 赶快浇浇水 打打汁 明明就漂亮了 三茶花 很漂亮 有一次我就看到两只 三茶花 在游泳池边上 后面那个客人 在捡草的人员修的时候 把它修太多了 就死掉了 8000多尺 就是这么爽 白狗花果 你看看 8700只 柿子树 你看 这些柿子树 是有一定年份的 长得很直 长得很直 它应该是从小在苗古买的时候 就用一个支撑帮它绑绑的 硕果雷雷 这块地不错 旁边这块地你看 都自己建了新的ADU 也做了太阳人 就从后面看也漂亮 很漂亮的一栋西班牙式的房子 最主要就是靠近华人超市 学校 银行 餐厅 太棒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以为大家喜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 谢谢你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来分享 更多的房源的知识 谢谢谢谢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跟很好的经验 也可以在我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作为新移民 我们买房 卖房 安家乐业中精彩的故事 谢谢你 我们感恩